柯一柔离婚进度卡卡!经纪人说话了! 柯一柔,左,2017年与老公郭宗坤闹婚变! 图翻设字眼书,2017.1101 一人柯一柔与厨师老公郭宗坤结婚6年,2017年11月爆出郭宗坤与自家女员工纠缠不清,两人已合法掩饰非法,大谈地价恋情,柯一柔在哭泣后,决定应起来抖离婚程序。 近日他接受媒体访问,透露因孩子监护权,离婚进度停滞中,对此,经纪人回应,目前还在调解当中。 对于柯一柔目前的心情,经纪人透露,心情OK。 记者询问,目前离婚进度卡在什么事情上透?经纪人先是表示,我不知道耶。 后来才提及,这是调解内容,应该只有双方和律师知道。 记者询问小孩的安排目前还在调解中吗?经纪人坦言,应该是其中之一。 据了解,目前照护小孩以柯一柔为主,郭宗坤周末才接手。